嗨 大家晚上好吗 好久 还晚上比较傻 先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今天是祖国生日 我以为我看到的是这样的 实际上看到的 今天是国庆节 咱们这个商场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国旗呢 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今天是我们祖国的生日 我在北京通州的湾香会 就是新开的一个商场 但是我发现这个商场里面 没有任何的国旗 就是我们国家的国旗没有 不太理解 不应该是普天同庆吗 怎么会没有国旗呢 然后我只在这家店里面看 只有这家店里面挂了国旗 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也没有心情吃东西了 我要去问一下他们这边的负责人 然后了解一下他们商场是个什么原因 没有挂我们中国的国旗 商场里仍然看不到为祖国庆生的任何装饰 小朋友 真的很棒 很棒 继续找服务台 你好 这是那个服务台在哪呀 你也不太清楚 这家店有 这个是叫未来健康的店 他们家店是有的 这是看到的第二家挂国旗店 感到非常失落 难道一面国旗他们都不舍得挂吗 找到了服务台 你好 今天是国庆节 就咱们这个商场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国旗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是你们商场 或者是没有这个安排 布置 是 对我们就是在每个商场都都去拍摄了 你说请问您是哪个 你你自媒体 就是咱们自媒体拍摄的话 请问您有跟有这个联系吗 没有 就随意拍摄 这个是你没有权利去干扰我的 就是现在我想问您一下 咱们商场里面是不是在国庆的时候 没有这个对国旗悬挂这个安排 您说这个情况不太清楚 那麻烦您留下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就您这边是没有 也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工作人员回答很敷衍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能跟我联系呢 OK 好谢谢 非常的敷衍的一个回答 就是他们也不清楚这个事情 然后让他们领导经理什么的 给我打电话 跟我联系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 其他的商场 是不是跟这个商场 万象会一样 也是没有悬挂国旗的 侧门没有任何国庆装饰 这门也没有悬挂 商场外小摊位 只有一家插了小国旗 他家挂了国旗 您好 我要这个国旗吧 可以可以 那您先帮我摘一下 我来给您 可以没问题的 其实我在你这买东西 主要是因为 你这摊位挂了国旗 因为这一条都没有挂 对 然后有的买了 我送你这个小国旗 对付了 好谢谢啊 拜拜 小姐姐很可爱 祝你幸福快乐 回去的路上心情很差 另一个商场里的样子 每家店铺里都有国旗 本来想拍下来 觉得很有创意 发现一颗星被吹掉了 于是帮忙一起找吹掉的星 售货员小姐姐说 还有备用的 店长马上就回来了 就像台湾一样 每颗都不能少 看到那个视频了吧 我不知道大家对 这位视频中的那个女孩 怎么想啊 不管她是爱国呀 还是找茬啊 还是为了博流量啊 我不知道怎么想 我也不好定论哈 但是确实 呃有这样一个情况 有这种现象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们这也有万象城啊 她那个视频中是万象会 会冲 但是我们这有万象城的 这什么 我看到万象城 曾经在这里开业的时候 我和我们家 全家老婆孩子一起 带大家都来感受过的是吧 这也是万象 万象城是华润的啊 首先说一下华润的 华润是属于 央企啊 国企啊 你说她不爱国吧 我就觉得这个 拍视频的人真的就是为了 博流量而博流量 国企 你说不爱国 哦 这是搞笑啊 这是搞笑 所以今天正好晚上 我也到我们这里的万象城 来看一看 我们这里有没有悬挂国企 看看 新 目前的外景没有看到悬挂国企的情况 然后这边还发现有个市集 现在市集很火啊 就是摆地摊吧 但是呢 它这个市集 不是卖一些小东西 它是卖酒的 全是卖酒的 这是酒的价格 贵不贵 35还是55 35 台北路的晚霞38 名堂什么的 调酒的 而且这里面全都是年轻人啊 这还有酒鬼挑战 排行榜 哇 要喝15呗 哇 酒鬼须知 这个叫武汉的一个微薰节 然后这边摆市集的全部是年轻人啊 全部是卖酒的 卖酒的年轻人 这边的状态就很微醺了 这种状态 很松散啊 很享受生活的 年轻人还是会享受啊 好 这个已经倒了吗 哈哈 武汉山镇嘛 汉口这边 年轻人多 街道新事物的也多 名牌商品啊也多 这边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名归正传 外向城 进去看一看 这外面是没看到过 其他悬挂情况啊 我们在这里面去看看啊 这边就 刚才带大家去看了一下 这个的微星区画啊 一个人109 五杯 贵不贵 三 二十 二十多块钱 一杯 这是一个中厅 好像真没有了 真没看到啊 没有悬挂 拨棋啊 确实一面拨棋也没有啊 在里面去看看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都没有 这些装饰啊 真的蛮好看的 很科幻 这些装饰啊 嗨 大家好 天亮了 昨天在里面转了一会儿 转一会儿就 出去吃饭 和我们当地的那些哥们一起吃饭 然后呢 对 坏人 坏人 吃完饭了 还忽悠我去 试驾了一下那个小步 第五 那个车子还要是去 去不见 既然忽悠一个 无业游民去买小物 你说他们是不是坏人 当然还有比他们更坏的 就是 类似像 视频 先前所说的 那些打折爱国主义的 所谓的网红 流量啊 你别说在国内 这个爱国主义网红 或者这种类似的视频 啊 是非常有流量的 就那个女的 我看了她的频道 就这个 点赞率 还有包括点击率 应该是她整个频道里面 最高的 这个也跟平台有关系吧 然后在国内也确实是 这方面啊 大家好像发现是一条 主要的一条方向 你看之前 铁头 到日本去杀料 那个视频我曾经说过 肯定有仿效者 国不其然没多久 就有人拉的横幅 也在那儿拉横幅 对吧 然后还有在中国的 圆明园里面 嗯 也看到 日本游客啊 拍照的时候 礼貌的让她让一让啊 一听 啊 日本人 就不行 就不能让 然后 你说这叫爱国行为吗 在中国啊 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 应该是属于对爱国教育 最为关注的一个国家 这大概率也是因为我们 的近代史发生了 很多悲惨的经历 所以呢 不管是国家 还是老百姓 人民啊 对爱国这件事呢 就非常非常的在意 可以说我们 从小学就开始 不断的被父母呀 以及学校啊 包括一些媒体呀 教育我们要爱国 但不是那么完善的教育体制 只是一味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国 我们要爱国 但是没有告诉我们 怎么如何的去爱国 怎么正确的去爱国 怎么爱国 是理智的 哪些行为是理智的 哪些行为能够做 是吧 就这样的结果呢 就导致了一个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发生 像类似这种事情也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看了之后 觉得很好笑 我看了一下评论 这位女的博主 她竟然不知道万象城的老板啊 她的背后的资本啊 是谁 她竟然不知道她 是央企 她是国企 她不知道 一个国企和央企 每年要上交多少利润 她竟然就觉得 对了 她还认为这个商场里面 以为她是日本企业 她以为万象会是日本企业 所以她才特意的去 去找茬 我认为就是为了找茬 就出了这一期视频 因为在评论区 她自己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她的认知 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像这种认知的人 你说她爱国吗 她真的是 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吗 我不这样认为 第一 她不知道这个商场里面的 背后老板 背后的集团 是谁 她都不知道 她信什么 她都不知道 是吧 她还不知道 为什么 不悬挂 国旗 她不知道有国旗法 肯定不知道 因为国旗 也不能够随便悬挂的 都让你去挂 你今天挂了 明天再拿出来 旧了 褶皱了 或者是褪色了 你这样挂起来 也都是不爱国的一种行为 所以她肯定不懂 我想通过这个事情 去了解一下 我们到底怎么去爱国 怎么真正的去爱国 我认为 不要给国家添乱 你老百姓 你老百姓 平凡人 就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过好自己的生活 爱自己的家人 爱自己 同事 父母 儿女 比你差的 或者过得不太好的 你能够自己的力量 去帮助别人的 这些小点滴做起 才真正的叫爱国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 怎么才叫真正的爱国 OK 拜拜